太后 太后不要动 太后 卫光 你来得正好 哀家要重新给你介绍一个人 是御医火样红吗 你怎么知道 臣也只是猜测 排除所有的可能 留下最后一个 朗大哥 我还没向你道谢 谢你安住 安葬我爹 举手之劳 大家同在一条船上 就不必说这些了 卫大人 朗大哥刚刚说 他从广丁王口中得知 就算没有火销石窟 他们也会马上行动吧 所以你必须尽快知道 他们兵马分布的情况 我知道他们有一份 兵马分布图 就藏在长公主寝殿的柜子里 柜子的钥匙 她从不离神 但我三个月前 暗中弄坏了那把锁 借修索的机会 配了一把钥匙 卫大人 我们动手的最佳时机 是明晚 严正已经离开燕都 我刚刚送了一盆 檀花给拱定王 他明晚会宴请 各级官员来赏花 等到大家 注意力都集中在 檀花上面的时候 就是最佳时机 我本来想自己动手 可惜我的腿还有伤 卫广 这次就要靠你了 一切都交给我吧 一切都交给我吧 卫广 我不会再问你 为什么要为皇上 背负罪名 我明白你的忠心 只是有些事 是需要让天下人 知道真相的 越是掩盖越是难堪 你这样做是愚衷 我这么做 不是为了皇上 如今这位天子的 所作所为 还能期盼什么呢 我卫家的忠心 不是给皇上的 而是给天下百姓的 你这么做 都是为了百姓 所以 总有一天 你会明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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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